第41條,有個袋子有四個金幣 以及三個銀幣 阿婆就重複抽,直至七六金幣 就問他起碼要三次才能做到 他起碼要三次才能做到 我們怎樣去計算的可能性呢? 你可以這樣看 就是第一次要抽不到 即是七個銀幣中要抽到銀色 接著,第二次就想想 份子沒有擺什麼呢? 七還是六呢? 看清楚題目 有這個 keyword without replacement 即是不會放回 不會放回 所以這裡只剩下六個銀幣 六個銀幣中有兩個是銀色 沒辦法,唯有抽第三次 第三次就是份母裡面 只剩下五個銀幣 今次要抽到金色,所以就四 這個情況就是 第一次是銀,第二次又是銀 第三次才是金 這是第一個情況 但他起碼要三次,至少 即是三次或以上 要抽比較欺激的,四次 就是 3 over 7,乘2 over 6,乘1 over 5 這裏是發生什麼事呢? 這裏就是說 第一次抽到銀色 第二次又抽到銀色 第三次,就是五個銀幣中 還有一個銀色的 都給你抽到 那沒有,只剩下 你要抽第四次 四個銀幣中 全部四個都是金 那一定抽到 這個第四次又是金 所以,加上它之後 七分一 答案就是D 五個銀幣中 要撫下 一旁 立大金幣中 五個銀幣中 有一個銀幣中